行動中,海關國外檢獲了26盒華裔冒牌月餅 以及超過560件的華裔冒牌物品 包括燈籠及餐具等 市值約港幣28,000元並拘捕5人 海關早前利用大數據系統進行風險評估及分析 發現有人利用網上平台出售華裔冒牌月餅 另一方面,我們在市面巡查期間 發現有零售店舖出售華裔冒牌登籠 海關人員於是喬裝顧客進行試買 經過深入調查,以及在商標持有人協助下 連日採取執法行動 釋破了兩個售賣華裔冒牌月餅的網上賬戶 並搜查了一個位於南區的註冊單位 檢獲26盒華裔冒牌月餅 以及28件華裔冒牌餐具 另一方面,海關人員在市面巡查期間 亦突擊搜查了三間位於屯門及元朗的零售店舖 檢獲540個華裔冒牌登籠 行動中,海關共拘捕兩男三女 年齡介乎21至70歲 案件刑罪調查中,我們不排除會有更多人被捕 接下來的時間,我們想和市民說說 在今次檢獲華裔冒牌月餅的特性 在今次行動中所檢獲的華裔冒牌月餅 是涉及多個品牌的 其中一個品牌主要是售賣皮具和時裝等的物品 根據商標持有人的資料 他們並沒有設計及生產過這幾款華裔冒牌月餅及餐具 而這個品牌的華裔冒牌月餅及餐具套裝 在網上假貨的售價是港幣600至800元左右 而另一個品牌的華裔冒牌月餅 是抄襲了正貨包裝盒的外觀設計 以及註冊商標 在包裝盒的正面,正貨是印有Magical的字樣 而華裔冒牌月餅是有串法上的錯誤 Magical當中的C是串到E的 在包裝盒的側面 正貨包裝盒面的粒特紋是很細緻的 而華裔冒牌月餅的包裝盒印刷參差 粒特紋亦比較模糊 和正貨有明顯的分別 而關於這個款式的月餅 正貨的食用日期只有兩個 分別是2024年9月27日 又或者是2024年10月17日或之前 而我們發現華裔冒牌貨的最佳食用日期 是有不同的日期 當我們打開包裝盒 在月餅的包裝袋上 正貨是印有兩行 流心奶黃月餅的字樣 當中第一行是繁體 第二行是簡體 而我們發現華裔冒牌貨 兩行字樣都是簡體的 在正貨包裝盒的側面 是有防藝標籤 當揭開標籤 底層會有一組彩色的防藝碼 以及二維碼 經過官方指定的手機易用程式 掃描二維碼之後 就可以連結到指定的網站 去查詢貨品的真偽 同時也會顯示 這個二維碼首次被查詢的日期 以及時間 而華裔冒牌月餅的包裝盒側面 亦有類似的標籤 當揭開標籤之後 見到二維碼 但不能透過官方指定的手機易用程式 去通過驗證 另外甚至有部分的華裔冒牌月餅 缺乏防藝標籤 在售價方面 正貨的零售價是港幣284元 而華裔冒牌貨的售價是港幣220元 是正貨大約七成的價錢 而因為這些月餅 市民是會直接食用 海關是相當關注 市民物品的安全性和品質 我們已經安排 將月餅的樣本 送往政府化驗所 再進一步化驗 去測試當中 是否含有對人體有害的物質